紅豆是日常 開個車是甚麼日常 我們今天又要來猜 台語是甚麼意思 剛剛就是因為小潔說我的臉 有點漢語 漢語喔 有點漢語是甚麼 漢語喔 等一下我先確定一下 因為很多台語 它是一種異象 它沒有辦法用中文直接用 就是沒有辦法用國語直接描述 所以漢林這個詞真的有 有一個精確的詞可以描述嗎 沒有 譬如說古髓就是可愛這樣 應該算是有嗎 你確定 你有沒有現在在那邊查 對我在那邊查 好 有 有確定一個就是可以直接翻譯的 中文詞彙 所以這個中文詞彙它是形容詞吧 對 那這個形容詞它是兩個字嗎 不是 它是三個字嗎 對 它是三個字的形容詞 它是帶有褒義的形容詞嗎 不是 所以它是貶義的形容詞 不是 中性 所以它就是在描述一個狀況 沒有什麼罵人或是誇獎的意思 對 漢林這個字 啊我忘了一下就流到了 啊 這個中文的形容詞 中文的那三個意思跟 漢林這兩個字有什麼 音上的相關嗎 寫音上的相關嗎 譬如說龐丁之類的 龐丁 沒有耶 沒有 漢林 有耗呆的那種意思嗎 耗呆你才耗呆 就都是自生一生啊 沒有 所以 這個形容詞是在形容 一個人的外型 對 在形容一個人的外型 那這個外型 是胖胖的那種感覺嗎 嗯 有點像 有點像 但是你要很精確的講說那三個字 所以是胖胖呆呆的感覺嗎 沒有呆呆 沒有呆呆 他都短褒呆 ㄟ對 短褒呆也在台語 哈哈哈哈 就是你這句話 完全放在中文 它是會出現的話 我想說 因為像你昨天猜的 那個嘛 哪有東西 會說吃起來像餡 好 那合理吧 所以漢林 漢林 可以拿來形容我嗎 有沒有覺得有嗎 應該是沒有吧 沒有 沒有 所以杭琳它是形容一個比較小的狀態嗎 小小的可愛可愛的這樣 應該算是嗎 其實好難喔 因為行動詞我很難給你一個正確的事或否 對耶 小小的可愛可愛的圓圓的 對 所以杭琳可以拿來形容你一獎 不行 不行 小小的飛飛圓圓圓的可愛可愛的就是你講啊 你可以的 你會成為台語達人 你要再把這個形容詞再拆細一點 對 杭琳可以拿來形容阿進嗎 他好像不行耶 不行喔 不行不行 然後他也不能來形容我 不行 所以他應該也不能來形容小潔囉 不行 我想一下喔 好難 幹嘛在考我 不是在考你耶 那 對 嗯 不行 不太行 所以他應該可以拿來形容詞好貴 小寶寶這種 可以 但是小潔我有點在思考 沒有 他不行 我就是把那個形容詞放在身上 我就有點生氣 所以他就是一個 一個有點滿頭的意象 的那種感覺 滿頭的意象 像蠟筆小心那種意象 欸 對了 我們能不能再進去大M-100之前 猜出杭琳 不可能 看不到 可以了 你快要成功了 我快要成功了嗎 你很接近阿 就是一個 蠟筆小心的意象 蠟筆小心 我會用什麼形容詞 三個字來形容蠟筆小心 現在我的詞彙是這麼的匱乏 我們先形容詞 先想一下他有沒有分 能不能再細分 這個中文他有小嗎 就是小這個字在裡面嗎 沒有 他有圓在裡面嗎 沒有 有笨嗎 沒有 有呆嗎 沒有 我先一個一個字去那個 然後再從 竟然是這樣猜解 欸 有軟嗎 沒有 有柔嗎 沒有 好捏嗎 那種感覺 好捏 沒錯 蛤好捏的 所以好捏就是 但是沒有裡面的這個字 沒有好沒有捏 對 但是他是好捏的 沒錯 蓬鬆感 蓬鬆感 當然會用蓬鬆形容生物阿 你現在是有沒有軟這個字 還是有沒有軟的 有沒有軟這個字 沒有 沒有軟 有Q嗎 沒有 有彈嗎 沒有 我覺得你先不要猜字 我有想到一個方案 看你要不要猜那 就是你可以去拆解說 他是形容哪個部位的 喔 對不對 對耶 哇你好聰明 那他是形容臉嗎 對 卡關了 這樣就卡關了 已經很明顯了耶 形容臉的 然後是軟軟的 是這樣感覺嗎 差不多 太難了吧 你快拆到了 加油 好 聽好了 你繼續來拆 拆我們不下車 反正我們11點半的車 你已經花了15分鐘 你已經超越球鈴了 啊 我幹嘛開雨刷 怎麼都是鈴字背的啊 對啊那個鈴太難了吧 是軟趴趴的感覺 嗯 是軟趴趴的感覺 啊 不是軟趴趴 不是 鬆趴趴 鬆趴 鬆趴趴 鬆趴 鬆趴還有什麼同意思 而且鬆趴趴聽起來是貶義吧 啊 對齁 所以沒有軟 沒有趴趴 嗯 這個形容是他指能形容臉 指能形容臉 對啊 你剛剛講的那些都是 都是可以形容其他地方 什麼 指能形容臉喔 有形容臉的 有什麼形容臉 喔 三個字的 你不是文組的嗎 我是假文組啊 你也是假惡類啊 對 我這是什麼樣子 我這是假 我這個人就是假 各位觀眾 如果你不知道 亢靈是什麼意思的 你們現在猜到了嗎 娃娃臉 不是 噓 你以為答對了 為什麼不是 感覺就是啊 你以為你答對了 所以這個形容紙 裡面有臉嗎 沒有 啊 不是娃娃臉喔 那是不是有娃娃臉的 類似的感覺 嗯 很接近 娃娃臉 類似的軟趴趴的 只能形容臉的 形容臉 還有什麼 你的臉看起來 浩靈浩靈的 你的臉看起來 浩靈浩靈的 你的臉看起來 是不是有點想睡覺的 什麼感覺 不是 你完全歪樓了 你剛剛的方法 方向是對的 娃娃臉 娃娃臉 拉筆小心 拉筆小心 所以它是在形容一個人的臉 它比較 長得比較Yuki那種感覺嗎 嗯 有點 有點 阿長的 所以是類似像 就是長不大 對 三個字 童顏 你想接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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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無忌 好功夫大家 不要 你快猜出來了 我快猜出來了 它這個形容詞裡面有顏色嗎 沒有 它三個字都是有意義的嗎 三個字分開來 拆解都是有意義的嗎 不是 所以它是兩個字加一個字 對 所以它的那個一個字是有意義的嗎 一個字是有意義的 那它的兩個字也是有意義的 對 它們兩個分開都有意義 然後合在一起是同一個意思嗎 它們是同意副詞之類的嗎 不是啊 所以它是 兩個字形容A 一個字形容B 但是合在一起變成形容C 這樣子 不是 所以它形容A 形容A 還是形容A 不是 形容A 形容B 你在講什麼啦 對啊 你知道形容詞的組成不一定是形容詞在裡面嗎 對啊 對啊 所以它是名詞加上一個形容詞 對 那這一個字的形容詞 它就是在形容臉了嗎 這一個字的形容詞 不一定要是形容臉的 那這一個字的形容詞 它是形容 顏色嗎 不是 它形容它的觸感嗎 不是 它形容它的外型嗎 對 它形容這個外型是在形容它的大小嗎 不是 它是在形容它的物理狀態嗎 大小高矮胖瘦 沒醜茶的 是 這個名詞它是生物嗎 嗯 這個名詞是人嗎 是 這個名詞是人 所以它應該 不過它應該不是人民 是 這個名詞是人 它是 這個名詞是人的 什麼 人的身體不構造嗎 身體器官 它不是人的身體的任何一個東西 它就是一個人 很明確的一個人 對 怎麼會有這種形容的人 它上面那個名詞 它是指一個人 對 但是它不是指特地誰 所以它是指一個 男人女人老人這種 對 那它是男人嗎 不是 它是女人嗎 不是 它是男人女人都可以 對 所以它是指一個人生命中的狀態 對 老人小孩娃娃 對 那個名詞是在說20歲以前的人嗎 對 10歲以前的人嗎 對 這麼小 對 5歲以前的人嗎 對 30歲以前的人嗎 30歲以前 你為什麼要往回了 我想看看搞不好是30歲有包含在20歲裡面 20歲有包含在30歲裡面 不是啊 你應該是越來越小 你怎麼會往後猜 我想先確定一下嘛 就是搞不好我現在問20歲以前 但其實它也是在30歲以前 那它是在20歲到30歲中間嗎 不是 所以它是在5歲以前 它是在0到5歲 你的邏輯 它是在0到5歲 怎麼會在5歲以前 又在25到35歲以內咧 對不起 0到5歲嗎 對 這麼小喔 就娃娃啊 不是 嬰兒 對 嬰兒肥 好累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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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天就很好猜 對啊 喔呦 欸你玩了半小時欸 這麼久 超久的 成功 下次再玩 不要下次不要玩 可是還其實蠻好玩的 下次 下次再看他什麼 那個奇怪的台語的 看你什麼你聽不懂的詞 欸你聽不懂的詞 我們就立刻開拍 大家喜歡這個系列嗎 喜歡的話點個讚給我可知道 我已經要LIVE比較多的一個系列 拜拜 拜拜